在我們未到處離開之前, 再出一條煮食片 情人節了, 煮甚麼給老婆吃呢? 我加入了一盒這些小小的Gambus Rojas 這些西班牙紅蝦 一盒有三十多隻, 即是急速冷凍 然後直送過來英國 所以還是很新鮮, 而且可以安全生吃 我之前已經解凍了十隻, 煮一個意粉給老婆吃 這是二人份量 首先要先把肉拆掉 不過要留下蝦頭和蝦殼, 稍後用來煮一個非常濃郁的醬汁 這個餐廳絕對不是自主研發 我都在IG看到, 覺得蠻好吃 所以就試試煮一次 好, 現在剝完蝦了 我們就把蝦頭和蝦殼放在一旁 還有要先換針板 這個針板不是用來切生肉 被老婆嚇死了 接下來就是去腸了 因為要生吃, 而且要做表演的事 這個步驟就很重要了 一邊煮的時候, 一邊想起 上年去Tenerife吃紅蝦 這個英國人冬天救命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去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切小粒 剁一剁, 變成筆尺寸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要一個青檸皮 大概兩茶匙 再加一點鹽 然後加一點鹽 接下來我們就要一些漂亮的 Extra virgin olive oil 這隻Sanfito 一打開是很香的橄欖味 而且它高階版的橄欖油 當中, 又不是很貴的 所以是挺好用的 我們要一湯匙 拌勻 拌勻它就試一下 本身的蝦肉已經很甜 可能要加一點鹽 到味道適合,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 我們就放在一邊 好, 我們有一瓶滾水 我們就用火煮沸 然後就可以爆香蝦頭 中火 然後倒些橄欖油 這個是煮食用的橄欖油 然後就倒些蝦頭蝦殼下去 炒三分鐘 你記得要把蝦頭擠出 把蝦頭擠出 然後就可以加些鹽進去 轉小火 倒到差不多 就加一塊牛油 再炒一會 這個時候的廚房是香到震 水滾好了 我們就加一堆鹽進去 然後就加200克的linguini 即扁意粉 煮10分鐘 煮了五分鐘 我們就可以煮一瓶意粉水 進去蝦頭 煮多一分鐘 讓它們的味道融合 再試一下味道 看看要不要加鹽 然後就可以把整堂食物倒入攪拌機 然後把蝦頭擠出爛 完成之後 就有一個非常濃郁的蝦湯 再把湯過篩 就完成了 先把湯倒進去 然後把湯倒進去 那些味道 我會把湯倒進去 然後把它們倒進去 然後把它們轉過來 再煮一分鐘 等它們不可以吸收 把醬汁都放好 就可以關火 再倒少許初榨橄欖油 拌勻後就可以上碟了 到剛才的生蝦 一大匙在上面 再在意粉的周圍 一兩匙的蝦湯 情人節吧 那就去盡一點 買了一匙魚子醬 一匙一匙上去就可以了 一個西班牙紅蝦扁意粉 完成了 這就是老婆的午餐 晚上吃些甚麼呢 我準備了兩道西班牙菜 都很容易做 第二道菜就是Lachazo 即西班牙的羊仔 這道菜在西班牙西北部 Castilla-Eleon是非常有名的 這些羊仔還未煎奶 30天內就要煮熟 其中一隻就放在鏡頭面前 這塊羊仔和之前的紅蝦 我會在Basco Fine Foods 賣 上網訂購的 這不是廣告 我自己買完試完 覺得質素還不錯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國的網友 如果你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覺得可以的 就自己上網看看吧 我們首先用一張廚房紙印乾 底面也要 做這個羊仔的材料 就不能再簡單 我們要兩粒蒜頭 撒爛它 接著就塗在一隻羊仔 底面塗勻 接著就塗些橄欖油上去 同樣地都是底面 最後就是下鹽了 就是這麼簡單 找一個大焗盤 我們就放些東西在盤底 分別有幾粒蒜頭 和幾條蘑菇 接著就是要 皮那邊向下 放一隻羊 入焗盤 最後就在焗盤底 倒兩杯水 這壇要焗多久呢 總共就過半小時 但是每二十分鐘 就要拿出來 反轉它一次 詳情我之後再說 現在先把羊仔放進去 趁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再做多另一道菜 第三道菜的名字 叫做 俄羅斯沙律 這道菜 你去西班牙吃的 是非常常見的 還有它在歐洲其他國家 都有相同類似的做法 唯獨是英國沒有 所以這次就在英國的土壤上做一次 我們就要三個薯仔 和三條紅蘿蔔 先刨皮 一煲熱水煮滾了 我們就加薯仔和紅蘿蔔 還有三隻蛋 雞蛋就熱煮 要12分鐘 紅蘿蔔也是差不多時間 薯仔就30分鐘 我們就有足夠時間 去預備其他材料 有什麼配料呢 我們就要一罐的吞拿魚 然後就要一些油浸的 我們要大概四五條 加上油 我們要兩茶匙 還有要剁碎 酸瓜仔 我們要10條 把它切片 這是什麼呢 這是油浸紅燈籠椒 我們就要一大塊 然後把它切成條狀 過了12分鐘 雞蛋和紅蘿蔔就可以撈起 放涼 雞蛋 雞蛋 這裡就有一點點要留意 我們就先把一隻蛋黃 剩餘的半隻蛋白 和另外一隻蛋 我們就可以切碎 蛋黃 我們就硬碎 它備用 最後上碟的時候 就撒上去 這裏我拆了 忘記按錄影 不好意思 你看到我把紅蘿蔔已經切了粒 薯仔也放涼了 我現在正在混合 這一刻 我們就可以把油和油倒進去 然後再混合 然後就可以把所有材料都倒進去 紅蘿蔔 雞蛋 吞拿魚 酸瓜 接下來就是蛋黃醬 我們要多少下 四份三杯 再來就是一湯匙芥辣 英式法式 然後拌勻 試味調味 就完成了 可以上碟 把薯蓉 把薯蓉拌入一個小碟 然後鋪平 做得漂亮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裝飾 把剛才的蛋黃碎灑上去 然後就是那些紅燈籠椒 跳跳 最後就是有一些去滑的橄欖 把薯蓉放上去 這個沙律是配什麼的呢 就是一些手指餅 在旁邊壓下去 弄得好像整個O2圓圓圓 一個俄羅斯沙律就完成了 是時候去看看羊仔 羊已經焗了一個小時十分鐘 我已經翻了它兩次 最後那二十分鐘 我們就要把溫度調高到二百度 把薯蓉反轉 最後一次 然後就用根筆盤底的醬汁 上羊 然後再放進焗爐裡 焗完最後那二十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時候有兩個人過了 來得非常合適 那晚我們四個人喝了五支香品 神經病 然後再次放下一遍 好了,羊仔拌緊了 我們要先休息15分鐘 這些醬汁也是潑底的肉汁 倒上去就可以了 這塊肉真是不是開玩笑 芳仔拌緊了 滑、亂、香 這個羊是可以翻車 以及要快翻車 等我去完旅行之後 好了,今集就做了三個菜 Lachazo, Ensaladier Rusa 和紅蝦扁意粉 當是一個預祖慶祝的情人節飯 下條片我們去歐洲了 馮小姐對波圖,好懶大一對的 哈哈哈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